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华老字号华天盐吉餐厅的传承人马战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经典美食是盐吉冷面 咱做冷面先在家里先把汤做了 咱跟家里边先烧上一锅水 然后咱们放一点冰糖 冰糖一点点化了 加点酱油 这个熬到什么样呢 一步先把这个冰糖熬化 把这个酱油咱们也熬均匀了 咱们加一点点盐 咱们不要太多 打出这个浮沫 像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 打完之后 这个汤基本上来说底汤就够了 大家看汤的颜色了吗 枣红色 然后咱们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 放凉 然后放到冰箱里边冰上它 接下来咱就是冷面的面了 和冷面的面 咱采用的是这种冷面淀粉 和冷面跟白面的比例是一比一 冷面淀粉一定要打稀一点 比做鸽顿汤这个还要稀 不能让它成形 成稀稠状 这要和到多稀 因为这个加白面的时候就不加水了 所以说这个冷面淀粉一定要稀一些 比这个胡榻子这个还得稍微稀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咱们再加这个白面粉搅拌均匀 大家看看刚才这么稀 加上白面之后就这么稠了 这个面跟咱们平时擀面条什么的面还不一样 它做完之后就是这种散状 一块一块的不用非给它揉成一坨 这样的话一会咱们压面的话 家里边有这种和乐鸡的 压面鸡的 把这个往里一放 直接压出来之后就要进锅煮 因为要不进锅煮这个面就粘连了 因为咱那个淀粉量比较大 吃起来之后它才能够能够爽滑 筋的这就可以了 然后加上一点点碱面 碱面一定要给它和均匀 要怕和不均匀也可以先放 咱这个面就和成了 这面已经和好了 咱们把这个面放在咱这个和乐鸡里 或者说这个压面条鸡里边都可以 一定要直接放水里煮 当然了咱们现在这个年轻人 在家里边也都不做饭 或者说嫌麻烦的 咱有这种大手装冷面 这里边有一面饼 把这面饼撕开之后全部撕碎 放在盆里边 直接拿水浸泡就行 这后边都有这个操作说明 面刚才说了有这个香味 甜味还有咸味 现在这辣味这就揭秘了 您看这个辣椒面 加上葱 加上一点酱油 来上一点胡椒粉 然后再来上一点姜 搅拌均匀 因为这咱们搁酱油了 咱就不搁盐了 这辣椒面要多的话 咱就酱油一定要多加一点 让它做出这种酱的感觉了 比较稠 咱放上两勺香油 小拌均匀之后 咱这个酱一定要低温储存 放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咱们就准备开始煮面了 锅开了 咱们开始下面 咱们煮上一点 这面一般煮 煮一分钟就可以 煮完之后一定要记住了 要迅速过凉 凉水一定要多一点 一定要凉 一定要凉 如果煮的多的话 您一定要注意 这个千万不要糊底 起锅 面出锅了 得了 咱准备成碗了 一定要头凉 让它凉透 这面已经完全头凉了 咱们捞出来 控干水 放在咱们冰凉的冷面汤里 加上咱们的苹果 搁上两片牛肉 搁上半个鸡蛋 加上我们做好的冷面泡菜 再捆上一点辣酱 倒上咱们的白醋 这碗冷面 它是酸甜 咸香辣 五味俱全